穿著豹紋外套的料性嫌犯 在來來往往的顧客中 實在好顯眼 讓店員印象深刻 他結帳完立刻離開 只是臉部完全沒有遮掩 犯案前買了兩條銅軍繩 行蹤曝光 遭警方鎖定 本來兩名強盜犯 早已策劃一整套的犯案計畫 下手前刻意到附近 勘察地形和逃逸路線 發現被害診所 只有一名70歲的醫生 和50歲的護士 1月21號晚間 便洋裝病患潛入 趁機下手 出入刻意搭乘計程車 故意想要干擾辦案 但終究還是逃不過電眼 警方調閱了上百支監視器 一路巡線追查到台北市 警方會鎖定到這兩名嫌犯 就是因為他們當時搭著計程車 來到了和平溪路三段下車 再加上當時在現場 遺留下一條銅軍繩 就是在這一家五金百貨所購買的 百貨恰巧就在下車地點附近 再加上 現場留下的包裝袋 和賣場的一模一樣 讓警方多了一條追蹤線索 一舉破獲兩人強盜組 其中調性嫌犯27歲 有毒品竊到前科 黃性嫌犯更是個毒品通緝犯 原本住在雲林 1月底特地北上犯案 只是到案後 兩人卻開始互推責任 一個說是對方邀約 有錢一起賺 另一個卻是推卸 本來是要幫忙處理事情 病患到診所看病 醫生就像是往常一樣 請他們進入診間 沒想到卻是遇上了 假病患 真搶劫 好友相約一起計劃搶診所 最後因為一條銅軍繩 露了馬腳 TVBS新聞 周一峰謝倫新北市採訪報導 沒事似乎 感谢观看